文明老师讲郭树青的时候印象深刻 能否简单讲一下鲍威尔的履历个性和理念 他会否成为21世纪的保留沃尔克 这个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鲍威尔肯定是向着沃尔克这个方向去学习去了 他肯定是把压制通胀作为他当下的第一要务 而且他也对七八十年代通胀的顽固性 也做了学习和借鉴 在Jackson后会议上他不是讲了三点吗 就是说七八十年代的通胀 他们学到了一些教训 所以说就导致他非常的鹰派 可以说把通胀要往死里砸的那种感觉 那种态度 但是现在当下的全球经济跟七八十年代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 就是说此情此景不一样 如果你用一样的手段去弄 就会容易出事情 七八十年代它是需求推动的通胀 是婴儿潮推动的 不一样 现在这一波通胀它是印钱印出来的 而且本质当下的全球经济其实是债务压力比较大的 它本身其实是有这种债务通缩这种倾向的一种经济体 其实它现在的格局跟1929和1933那个时候跟1929之前是比较像的 对吧 跟1970八十年代其实是有本质不同的 但如果鲍威尔要是按着七八十年代那种通胀开始下痛手 或者说是非常的鹰派的话 确实就会容易出现政策的这种偏颇 就政策失误过于激进 因为在前两年印钱的时候印的太夸张 通胀起来之后 它美联储行动太晚 行动太晚以后 它现在行动又太快太急 这样一来就有点像我们在股市里面两边山巴掌一样 就是两面山巴掌前面没做对 然后后面就做得过急过猛 可能也是错的 可能会加速把经济推向一个衰退的这种边缘 所以就想讲一下这个 它确实是把沃尔克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了 但是此情此景 我觉得跟七八十年代有很大的不同 蒙面老师请问在美国内做美股推荐 怎么开火 具体步骤是怎样的 在国内要做代保证金交易的炒会推荐什么平台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请助手帮忙整理一个说明文档 给我们这些新手一个指引 非常感谢 我以前一直强调 我说新手不建议做期货 不建议做期权 这些品种 这些品种都是高风险品种 我更不可能就是说 列个表单 让你去做 可能把你害了 其实倒在你之后 可能就是说亏损很严重 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做 做一些比较稳健的一些事情 对有人推荐说盈透 对盈透证券 它交易品种还是比较齐全的 是可以 但还是不鼓励大家去做 尤其投资经验不丰富的 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的 不要去做这些风险品种 我觉得一切这样的不如说保存现有的实力 然后等到市场大跌以后 然后去做一个抄底的这种 逐渐的分批的逐渐买入 然后那个时候等美联储 重新回归到降息宽松 货币政策立场转变以后 那样你做的比较踏实 做的也比较安全 对吧 你不要在风高浪急的时候 冲进来去做那些衍生品的交易 我觉得风险的太大 尽量不要做 市场开始预期美联储会加息一个几点 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可能性很低 75个几点已经非常激进了 100个几点不太可能 这次通胀数据显示通胀向薪资租金带来的服务通胀 这通胀是不是非常有粘性 通胀不容易下来 谢谢Monster 这个正好其实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体两面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就是通胀 它的像在08年 是吧 它在08年的时候 其实是像美国 它是在7月份见顶的 对吧 等通胀真正下来以后 其实经济已经衰退的很严重了 其实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这个事情我也讲就理解了 正是因为工资和租金 它非常有粘性 就是你如果不把员工给他裁掉 他租金就是那么高 他就得付那么多钱 工资也就那么多 你直到把这个人给裁掉了 lay off了 大面积出现裁员了 服务业的通胀才会下来 对不对 所以当你把一个人做裁员的时候 或者说大批的企业在裁员的时候 其实经济已经进入衰退了 就很严重的衰退的后半阶段了 对吧 所以说正好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通胀是滞后指标 因为你把通胀给弄下来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开始大量的裁员了 或者降薪了 当你降薪和裁员的时候 危机也已经很深入了 对不对 所以说真正的 其实在危机的早期阶段 其实通胀是从见顶开始逐渐回落的 那个时候其实才是相对早中期的阶段 真正你要是通胀降到2%那个水平的时候 我可以比较确定的说 那个时候肯定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将薪裁员了 所以我说这个是这个问题的一体两面 对吧 请问国内出台的一系列保交楼政策是否会对大宗商品价格进行支撑 国内对这波大宗反弹逻辑是什么 这个大宗的反弹刚才我讲了 就是日线的那个级别 那不就那几天吗 对吧 当然如果你要说是从就是说一两个月之前的那个反弹 那当然了有一些基本面的因素 稳经济大盘会议降准降息 各地的楼司刺激等等 对吧 然后你说这个就是一系列的保交楼 我觉得那个你不要太当回事 这个大家都知道马上要开会了 对吧 这个保交楼需要有这么一个动作 你没这个动作 他又开始这个来一个这个烂尾楼断带事件 对吧 这个社会稳定性有压力 是不是 所以说保交楼动作啊 这个动作肯定是要做的 这是你说效果怎么样 那后面再说吧 对吧 其实你说保交楼 比如说恒大 光恒大保交楼 我就听到过不下三次了 是吧 从去年就保交楼 一直到今年保交楼 然后他现在又就保交楼 保交楼 但是你看看那些烂尾楼是不是都 真正就是建好了 或者说是怎么样 对吧 中概股已经跌很多了 还能再看股吗 谢谢 中概股后面可能跌幅呢 会小一点 但是呢 就是说还是 我就是还是不能贸然去去做 那就是他还没有 你说的没有间谍也好 或者不值得不值得投资也好 我觉得还实际还没到 你看中概股 这几天又开始跌了 跟着美股一样又开始往下走 所以说跌的很多 并不构成他不再跌的理由 或者是跌的很多 并不构成一个买入的理由 我觉得理解这个逻辑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股票 他跌的很多 后面你可以说 他跌速放缓了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你不能说 他跌的多 他就一定 你可以买入 或者有反弹的很大的空间 那个不一定 想问一下萌面 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写 华尔街投资美股基金中 大部分的仓位已经没有在 持有美股了 说师傅说明 目前市场上持有美股的资金 大部分都是投机盘 所以当昨晚的CPI数据出炉时 造成投机盘热钱的疯狂涌出 是导致美股指数大跌了 这个有点什么了 不是这个原因 这个就是市场媒体喜欢热炒的 就是投机什么资金 其实它背后有很多的 深刻的逻辑和基本面的因素 我前面都给大家讲了 对吧 那不是这个原因 不是什么投机盘什么的 它就是要 市场的运行趋势 到了一定的转折点了 再加上CPI的数据的触发 再加上美联储 被框死在路径下 所以说导致美股出现这种大幅下跌 然后加剧了这种空头的氛围 请问蒙面老师现在可以做空中正一千吗 这个你自己判断 我只是做市场的分析 我不知道别人炒股 我也不知道别人去操作什么这些期货 什么乱七八糟 我也不建议操作这些期货和延伸品 风险太大 我只是把我对市场最真实 或最接近实战的 我的切身的一些分析体会 给大家分享出来 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楼市已经从高处 下跌了20%以上 这次看起来全球资产风险都很大 对 这个就是我上一期直播的时候 会员直播问答的时候 不是给大家讲过吗 我说我越来越倾向于 就是这一波的楼市房地产下行 它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它不仅仅是中国的人口结构 老龄化 包括房地产到达一个巅峰 对吧 这开始回落 它可能是个全球化的现象 不光是中国的楼市有下行压力 全球的楼市都有下行压力 只不过就跌完以后 谁能爬起来 谁爬不起来的问题 对吧 其实蒙面老师 亚洲外汇储备急速下降 如果美洋继续上扬 会不会发生亚洲危机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这种不停的加息 然后美元指数不停的往上涨 它最后一定会导致某些国家的某些部门出现债务的断裂 但是谁我们就不知道了 好 最后再回答两个问题 结束 二万的房子跌了多少 加州的房子整体来讲 如果你是靠近海岸线的 还是比较抗硬 就是说跌幅也比较少一点 靠近海岸线的 尤其是那些靠近海滩的那些 因为之前它长得也很凶 然后跌其实还好 如果你远离海岸的往往东边去的靠近沙漠的 就是往远离海岸线的 那就跌得很明显很快 你像尔湾它就是华人亚裔 亚裔比例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而且算是相对富人区 所以说它的房价回落其实不明显 到目前为止来讲 就是说以前的话 你就是说可能要加价才能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那现在不需要加价 就是说甚至可以讲一点价 然后就可以买到 但是大幅回落目前也还没有出现 我相信如果它尔湾的房子 或者说南加州靠近海岸的这些房子 如果出现大幅的回落的话 那基本已经到了一个危机 比较深化的一个阶段了 就是这种出现急速下跌的话 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个超低的好时机 你比如说海岸线的这些房子 跌个百分之三四十 我觉得就可以大胆买 请问孟编老师有开私募基金的打算吗 目前没有 因为目前这个市场 也说实话也不适合做私募基金 公募基金好 私募基金好 你现在这个市场的环境是非常动荡的 非常的跌宕起伏的 同时它是一个偏熊市的市场 你这个时候就是神仙去操盘 你很难赚钱 我指的是这种 就是说做多头市场为主 包括就是说你资金量比较大的 对吧 你资金量比较大 你就 就是传小才好掉头 对吧 你不能说拿着客户的资金去做这些衍生品 做这些期货 期权 带杠杆的交易 对吧 那客户心脏也受不了 对吧 你这个波动 动辄就是百分之四五十的波动 上去可以翻个几倍 下来可以跌个几百分之四五十七八十甚至 那这客户哪受得了 所以说这种市场状况 我觉得也不太适合 给客户做资产管理 如果要做的话 我觉得需要回到一个 相对稳定的市场状态下 至少是这波熊市走完 或者这波的危机 有一定的出清以后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以考虑 做资产管理 什么的 我觉得你想做 才是真正对客户负责 我觉得 铜的趋势 铜的趋势一样 就是还是大动商品 它也是往下走 但是铜可能是稍微坚挺一点 是吧 铜基本也应该来说 也是短暂见顶了 也是见顶了 就是说这波反弹 基本走完了 打股 肛股打心 我觉得不值得做 这个很容易破发 现在这港股大心 不是说包赚不赔 阿达再请教一个问题 请问美联储要把通胀打到2% 目前全球杠杆如此大 美联储真的能够把通胀打到2%吗 这还是会带来类似08年金融危机 现在美联储缩表 感觉好像没有加大力度 后市怎么看 谢谢 这个到2%是一定会到2%的 只不过到2%的时候 已经市场就血雨腥风 已经是 就是说市场已经压力很大了 或者是整个危机开始慢慢的生化了 打到2%是肯定能打到的 但是说到底是到2%的时候才爆发危机 或者说是某些部门 某些国家的某些部门出现断裂的 还是说在20%之前 这个就不好讲 可能是通胀从8%逐渐往下走的时候 它就开某些地 某些国家的某些部门就会出问题 好吧 就讲这么多 也讲了差不多45分钟了 大家反正吸收消化一下 总体来讲的核心的核心 就是理解市场的下跌 它怕的是什么 它为什么出现这种这么剧烈的暴跌 通胀数据只是比预期稍稍高了那么一点点 为什么市场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波动 其实根本就在于美联储 它被框架给酸死了 它已经处在一个既定的逻辑框架下 如果沿着框架继续走下去 可以确定的说 某些国家的某些部门的债务一定会出现断裂 进而会引发这种流动性的紧缩 所以说市场是最为恐惧的 最为恐惧 就是说你如果美联储有这种韧性 或者说有这种灵活性的话 或者说像以前一样 他的话不说死 对吧 然后各种可能性都有 对吧 市场其实就会觉得是不是紧缩到极致以后 就会松一点 就会好一点 因为杰克森和会议上鲍威尔明确说的那些话 包括非常鹰派的一个表达 把通胀当作一个当前的首要任务和目标 所以你就可以非常确定的 知道美联储处于一个既定的逻辑框架下 按照这个框架走下去的话 那就会出现市场比较害怕的一些情况出现 忧虑的一些情况出现 所以这是市场为什么大街出现的关键原因 好吧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有什么情况 最新的市场的变化动态 再跟大家及时沟通汇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